岁末年中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又将举行税务 理财以及法律的演讲会 这次的主题是快跑快跑 肥咖以及肥爸来敲门 您该怎么办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主要将把他们11月就肥咖条款 拜访台湾金管会等相关部门所得到的资讯和侨明分享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2013年税务 理财以及法律演讲会阵容庞大 今天他们在洛杉矶宣布将有12位会计师 律师 保险业者以及贷款业者 就税法 投资移民 欧巴马健保和贷款等议题提供侨明最新的资讯 其中海外账户的问题也再次成为焦点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将把他们11月就肥爸 FBAR和肥咖条款FEDCAR 拜访台湾金管会等相关部门所得到的资讯和侨明分享 而多变的肥爸以及肥咖目前的规定 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申报海外账户和资产 前往台湾金管会等部门拜访的会计师之一 施启祥如此回答 如果你在海外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其他各地 如果你营养存款超过1万块钱以上 你就必须要报FBAR 那如果你在12月31号你在海外的财务资产超过5万块钱以上 你还需要再加一个FATC肥咖条款 想了解更多相关的资讯 可以参加他们举办的两场演讲会 分别是12月8日在城县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以及12月14日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感谢观看